在这室外停放了一晚上,瓦迪姆非常纳闷,他这轮胎咋还没气了,提车的时候看着也没这么扁。 因为昨天外面下雨加上时间太晚,所以卸完车就回去休息了,先给车轮打个气,不然就这样等会真心推不动。 天空不作美,突然又下起了小雨。 在推车之前,瓦迪姆想准备再试试看能不能给这车子打着火。 如果可以,那么就不用费力气推进修理车库了,给后备箱杂物简单清理了一下,然后又给蓄电池重新连接了一遍,怕等会再出现漏油的情况。 瓦迪姆的好朋友把一些导管抬起来了。 这次车子倒是能正常启动了,不过,发动的那一刻,依旧漏了很多的油。 看到墙面这一堆的枯藤,瓦迪姆灵机一动,想到了一个好办法,就是把这枯萎的树枝扯下来,给导管都堵住。 结果鼓刀半天都没堵明白,树皮整开裂了,也没堵进去。 最后还是好朋友拿来了一些螺栓,才把一些分离出来的导管口子堵住了。 加迪倒是挺安逸,一直坐在车内听着小曲,咱们给车子开进车库。 这嘎蹦脆的声音,怕不是给底盘刮了吧。 瓦迪姆赶忙就跑过来,查看车头底盘的一些状况。 好不容易都开到修理车库门口了,别这么一下,给车子整得发动不起来了,自己早饭都没吃呢。 可不想推车子,确定车头没问题后,加迪发动车子,想准备一口气开进车库。 结果,发动机突然自动熄火了,最后,无奈哥几个,只能推车。 可能用力过猛。 这次嘎蹦脆的声音要比刚刚大些,看着眼前这碎片,瓦迪姆也只能苦笑。 打个方向盘,都得两个人才行。 就差这么一点,由于车子底盘太低,卡在这门口了,最后是拿来两块木板,放置在后轮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给这辆兵力飞驰鼓倒进了车库。 加迪下车后,便进入坑道内,查看车子底盘损坏的情况。 还好没有出现开裂的迹象,而是一些轻微的划痕,悬架这边的状况。 加迪,也简单查看了一番,并未发现有大的故障。 瓦迪姆非常好奇,这是个什么零件,刚刚从底盘撞掉下来的,左看看右瞧瞧,都没看懂,本想询问一下好朋友,谁知人家接过手后,反手就给扔了。 在修理车子之前,咱们先给车内存放的一些受损零件拿出来,好歹也是一辆兵力。 阻尼板,就这么直接丢,也不怕给车顶刮了。